这个女人正在洗澡 一股浓稠的黑色液体 顺着她的大腿往下流 女人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直到她低头一看 妈呀 这黑乎乎的世界什么 这可把女人吓坏了 急忙伸手去擦 可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再看看这满身的划痕 她是被谁给祸祸成这样的呢 女人只记得金枣一睁眼 她就身在一个小树林里 浑身光溜溜的 至于她是怎么来到的这里 昨晚又发生了什么 她全都想不起来 女人躺在床上 越想越奇怪 这时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快速钻进了她的被窝 把女人吓得惊声尖叫 再次睁开眼 她快速跳下床 原来是个噩梦 床上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 女人来到餐厅打工 突然胃力一阵不适 她居然当着客人的面吐了 回到家也是一阵阵的恶性肝偶 难不成自己怀孕了 在好友小帅的推荐下 女人来到一家私人诊所检查身体 医生拿出专业运检仪器 挤上润滑油 仔细给女人检查了一番 肚子里果然有个健康的小家伙 女人懵了 孩子的天是谁 她都不知道 看来这个孩子不能游 她刚准备吃药将孩子打掉 小腹一阵剧痛 疼得她药都拿不住 看来是孩子在抗疫呢 既然小家伙的求生欲这么强烈 女人决定留下她 不知道是不是产前焦虑 女人总是能看见些奇怪的画面 她打电话咨询医生 医生建议她去游泳 适当的运动可以缓解焦虑 可这一游泳又倒了血没了 女人在泳池里游泳 她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把其他人吓坏了 直到女人游到岸边 这才发现血液把泳池都染红了 她的肚子也变大了很多 怀个孕这么吓人吗 不但肚子变大了 上头还布满紫色的血管 头发更是大把大把的掉 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女人不敢耽搁 在小帅的陪同下赶紧去看医生 可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告诉她并无大碍 孩子很健康 可能是发育的有些快 导致血管喷张才会流血 这属于常见的运气症状 女人对怀孕的事一无所知 只能相信医生的话 回到家后 小帅主动提出留下来照顾她 还亲自下厨准备晚餐 这可把女人感动坏了 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一番 就在两人即将进入正题之时 女人的脑海中闪过一些诡异的片段 她隐约想起了一些纳闻的事 好像有个怪物在她的身体里留下了什么 想到这些 女人兴致全无 一脚把小帅踢开 紧接着就把人扫地出门了 女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她必须要查清真相 结果上网一查 还真让她找到个跟她同样遭遇的人 这个女人也挺着大肚子 头发都快掉光了 同样是在小树林醒来 而且啥也不记得了 看来唯一的线索就是那片小树林 第二天 女人开上她的小破车 独自前往小树林寻找真相 女人走进一片小树林 脑海中突然出现些诡异的画面 接着逼血狂流 怀孕的肚子也开始流血 很快便晕倒在地 等她醒来 天已经黑了 小树不知怎么找到了她 将她带去了诊所 一进去 医生就锁上了门 这让女人觉得很奇怪 女人偷听了小树跟医生的谈话 说是不能再让她跑了 这两个人居然是一伙的 下一秒 女人就被按在了床上 注射了一发镇定剂 等她醒来 房间里只有她自己 女人拼命摇晃病床 将上方的镜框摇了下来 用破碎的镜片一点点割断绑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女人成功逃了出来 此时她只想把肚子里的孩子弄出来 她随便找了家小镇所 可医生整治了一番 整个人都惊呆了 二话不说 把她赶了出去 这时小树追了过来 女人捡起一块石头 趁其不备 哭吃给了她一下子 可能这一下动作有点大 趁着肚子了 肚子一阵剧痛 她要生了 去医院是来不及了 女人抓住一旁的树根 伴随着一阵阵剧烈的疼痛 孩子顺利降生 好在看起来是个很正常的孩子 女人摘下围巾 将孩子包了起来 这时一个男人一把抱住她 走了没人能在一个母亲面前 动她的孩子 女人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一刀扎在了男人身上 然后追上即将逃走的女医生 毫不留情地给了她一刀 开上车带着孩子回了家 她打算给孩子洗个热水澡 孩子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 伴随着一阵惨叫声 全剧中